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亲爱的弟兄姐妹 孩子畜生时 要切断跟母亲相连的期待 长大结婚时 要切断另一种 跟父母相连的期待 圣经说 男人若要结婚 必须先能离开父母 离开并非离弃 离弃父母那是不孝的行为 是神厌恶的 离开是指这个男人 已经成熟了 可以独立生活了 在经济情感思想意志上 不再依赖父母的意思 有一回 有个男人来找我寻求帮助 他说我很为难 我夹在妈妈跟妻子中间 他们两个无法相处 老是吵架 弄得家浅不灵 我非常痛苦 两边都不讨好 我曾为此自杀了两次 了解状况后 我建议说 你们夫妻俩搬离父母的家 在外头租个房子住如何 只需每周回去探望父母 他想想后 面带难色地对我说 我回去跟我妈妈商量看 这样的男性要组织幸福的家 确实不容易 离开父母 然后才好结婚 上帝对亚当说这些话的时候 亚当根本就没有父母 可见这段话是对每一个人说的 是超时间的婚姻原则 另一点自得一提的是 创世纪的第一章 是谈到人与神的关系 那是人最根本的关系 也是最重要的关系 因为神是人的根源 祂是人的创造者 养溢者 指导者 创世纪第二章 谈到人与人的关系 其中最首要的 也是最基本的 就是夫妻的关系 不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 夫妻关系好 而你从父母身上 看见美好的榜样 促成日后 他们自己婚姻的幸福 一位父母的典范 是很自然的 对父母也会表达尊敬和孝顺 所以说夫妻关系 是人伦的最根本 夫妻若恩爱 自然也会尊重对方的父母 孝道的落实 也成为可能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让我们在祢的话语中成长 勇于离开那些 不合神心意的事物 离开父母遗留 那一些不好的婚姻榜样 为着祢的荣耀 为着下一代子女的幸福 及我们婚姻的见证 让我们长大成人 长成基督的样式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